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五 這一節想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文章的分析 文章 想嘗試分析一下到底 就是習近平在做甚麼 習近平 近這10年 當政了10年 做了甚麼事呢 我們發現 逢是習近平做過的事 基本上 沒有一件事是成功 他幾乎可以用爛尾王來形容 他做的 項目實在太多了 甚麼洪安新區呀 亞投行呀 芯片工程呀 即是晶片 每一件事 似乎 被習近平碰過的事 到最後 都是崩潰收場 習近平有一個特質 就是假大空 簡單來說 每一件事都要跟你說 做大做強 要做全世界 最大的 甚麼甚麼 說完之後 每一件事都變成了難尾 所以現在 有一個比起這些項目更加重要的東西 讓他這樣搞一搞 應該真的會被拖垮 這個就叫做中國共產黨 因為中國共產黨在這個 二十大之後正式成為了 習近平控制的項目 已經將整個中國共產黨 私有化了 接下來 這個中國共產黨 整個政權 會不會成為 習近平的爛尾工程呢 我們這一節一起跟大家講一講這件事 我們會先講講文章的角度 再去講我們的看法 再去結合當前的局勢 再去做一些研討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 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確切地 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我們是其中一個 受到打壓最多最多的媒體 我們有大量的節目被黃標 需要 轉成英文字母 甚至乎無論你怎樣改也好 都是敏感話題 所以呢 可以想像到我們被打壓的情況有多嚴重 而且因為你的標題沒有了 實際上除了真的訂閱了的聽眾之外 所謂 外面的人 不會因為做關鍵字搜尋的時候 搜尋不到我們的 題目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 很大的影響 我們經常都覺得好像被人 雙手反綁 再落 腳臉綁住 然後叫你上去打擂台 本身 已經夠難打了 還要被人鎖住對手 鎖住對腳 所以請大家真的努力幫忙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碌大法 這個文章揭露 習近平上台了足足十年了 不停跟你說要搞大項目 搞甚麼大戰略啊 說要搞這個一帶一路 再去到搞阿頭行 然後來個十萬億 芯片工程 再去到 千年大計 洪安新區 每一樣東西 就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每一樣東西 是全部假大空 全部是 語不驚人 死不憂 實際上 中國大陸其實除了習近平 這種雜氣 相當之嚴重 我們經常都看到有類似的情況 很多時候 國內做過生意 就會有這種壞習慣 是很正常的 因為整個中國大陸 都是在做假大空 每個都是世界第一 全國最強 既然你全部面對的都是冠軍 你沒有理由說自己是亞軍 沒有理由說自己 是貴軍的嘛 所以他們形成了一種習慣 每一樣 推出來的 計劃項目 每一樣東西都跟你說 我是世界第一 中國第一也不行 要世界第一 做就要做全世界 最大型的 這種說話的方式 有甚麼大問題呢 當你10次裏面 有一次真的做到全世界第一 那你就是有9次說謊 更何況 中國大陸 這樣做生意法的人 10宗裏面 絕對不可能有一宗可以做到世界第一 實際上100宗都沒有 1000宗甚至乎100萬宗 100萬宗可能有的 而且那件事在世界上沒有甚麼人跟你競爭 那你就可以做世界第一 這樣的情況 簡單來說 完全習慣說謊 完全覺得 說一些東西出來 最重要是 是嚇到人 你嚇不到其他人 嚇到自己 所以 習近平 搞假大空 雨不驚人死不休 絕對不是第一次 最新最新的工程 超級難尾工程 說到是政治鬥爭 是一個你死我亡的鬥爭 那個叫做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 說到那麼嚴重 又是千年一次 又是垂死鬥爭 但是垂死鬥爭 到了 一個地步 忽然之間 徹底是放寬 這個不是叫做徹底爛尾 是叫做甚麼呢 所以文章也認為 你每樣東西都爛尾 現在還有一個任務給你 最後的超級爛尾工程 就是要 中共 在你的 控制之下 跨台 當然文章會有主觀的成份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主觀的成份 畢竟 這個世界你不會有沒有角度的分析 角度就已經是 一種主觀的看法來的 英文叫做perspective 即是角度或是觀點 既然你 有觀點 當然是你 從自己的角度去 看下去就是觀點 又或者你嘗試 從三四個不同的 perspective 去觀察一件事 你不能夠說自己是沒有立場的 因為你有三個不同的觀點 就是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去出發 去看一個事情 我們很簡單 當然我們第一個角度 一定是從 民主派 反對派的人士的角度去看的 我們這個節目的好處就是我們經常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一些事情 那個角度 很多人說不到 就是這個 那些領導人 這些大陸人 他們怎樣想法的模式 我們經常可以從他們的角度去探討他們在做甚麼 我們比較少用 但是偶爾也會跟大家分析的角度 就是第三方角度 主要你評論香港的時事 中國大陸的時事 第三方的角度 主要就是外媒的角度 所謂外媒的角度 外媒的角度 有些時候有些分析是準確的 但是由於他們是第三方 所以有些時候他們對於一個問題的看法 跟我們 上述所說的兩種角度 都完全不相同 他們有些時候 就變成了甚至乎是 做了大外宣 可能接收了一些 刻意發放出來的錯誤訊息 所以其實 分析時事就要知道 你在用哪一個觀點和角度去看 美國的角度 美國最新一期叫做外交事務雜誌 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國 極其危險的衰落 他認為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進入了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 在過去的兩三個月 那麼短的時間 足足 發生了幾件大事 每一件事 都可以成為 中國近代 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年代 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 當然是二十大 二十大 習近平把所有 共產黨裏面的對手 全部 消滅 控制了整個中國共產黨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叫做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 成為了習近平最新的鬥爭路線 還有第三件 這個鬥爭路線被群眾鬥低了 群眾發動白紙運動 或是白紙革命或是白紙示威 把動態清零 的 鬥爭鬥倒了 其實所以細心想想 習近平是不是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徹底 將他那個 原本堅持的動態清零 真的可以一下子轉去其他方向 而是一個有周長計劃 的轉向呢 答案幾乎是100%可以否定 那麼短的時間 幾個月 中國大陸面對著那麼多樣 不同的事情 他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可以處理到呢 我們現在看到他 可以說是方寸大亂 又或者可以說是毫無張法 雖然我們也會再分析 現在病毒的情況 但是如果現在 他真的 有所謂陰謀詭計 這個陰謀詭計 也不是一個 很詳細 很長時間的部署 換句話說他現在在做的事 也是 是狗急跳牆 習近平過去那幾年已經是做盡一切傷害中國大陸經濟 的事 傷害經濟 不是不需要付出代價的 傷害了經濟 等於你過去做的宣傳 其實也是等於白費 當然啦 內地一定還有很多 就是沒有腦的人 覺得 國家給了很多力了 你不要要求那麼高 但是這樣的人 是不是還可以好像以前 佔了大多數呢 他們是不是已經慢慢變成了少數呢 這個 外媒的文章就認為 到最終 這樣的政治壓力會造成中共的內部權力 就是 不穩妥 會 觸發更多的內部鬥爭 最直接的後果會使得中共變得非常好戰 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 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 就是外媒的文章分析 你會看到 其實外媒 最關注的就是中國大陸 對外會不會變得有攻擊性 這個 所以這個角度經常看不到到底習近平 當權者要解決當前的問題 的一些 簡單的解決方法 即是所謂solution 所以一般的外媒分析經常圍繞著 都是中國大陸會不會對外擴張的問題 所以我們討論就是他到底 能不能夠守得住 會不會仍來大規模的民眾抗爭 那就要重回 民眾的角度出發了 這個就回到我們原本 又或者是民主派的人士 即是國內的民主派 我們一致認為 中國大陸現在的民眾 的確 是多了很多人 覺醒 這個已經是事實 多了人覺醒是不是代表你立即可以成功呢 答案當然不是啦 香港 你覺醒完一次 又一次 覺醒了又可以沉睡 沉睡完又醒過 看情況異定 2014年 可以說得上是一次重大覺醒 然後再去 就是2019了 其實中間 爆發的社會不滿 雖然累積了下來 但是大爆發 再去到所謂全民覺醒 就是2019年 2019年過去了 現在就來2023年了 過去了四年了 雖然覺醒了 但是也會有一些情況 覺醒了不代表你立即可以贏 覺醒了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睡醒了 換言之 你要求立即可以贏 其實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中國內地 這個白紙運動 才可以說是剛剛 才是第一次 所以從分析的角度來說 有覺醒當然比沒有覺醒 到最後 你要中國大陸中共倒台 你要靠的是甚麼呢 不是靠外國勢力干預 雖然如果外國勢力真的願意干預的話 應該可能會幫到一些手 但是到最終 如果不是人民反抗 這個最多只不過是一個軍事政變 由一個獨裁者換去另一個獨裁者 情況 不會有重大改變 面對國內覺醒的現象 再加上 就是 現在 疫情徹底失控 中國共產黨 尤其是習近平被問責的聲音 一定是會慢慢增加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接下來 他 可以推卸責任的地方 其實相當之有限 雖然也有一種 角度覺得 要將整個責任推到白紙運動那裏 但是 既然白紙運動 是大量的民眾覺醒 你要推卸到哪些民眾那裏呢 其實真的推卸不到 所以我們看到習近平現在處理 那個 防疫 風控 疫情 每一個問題 其實 是用雜亂無章來形容 用另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他現在的狀態也有一點點像 就是方寸大亂的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當時覺得自己快要倒台的時候 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做甚麼 他一時 就覺得要強硬 一時覺得 就要對話 其實你看一下現在中共 處理的 情況 其實也有 這樣的影子 他好像 幫自己定不到定位 到底應該強硬處理 還是懷柔處理 懷柔處理也不是你說想懷柔就是懷柔的 因為所謂懷柔政策 簡單一點來說 不是說你今天放鬆就叫放鬆 懷柔政策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一直要長期 騙住那些市民 告訴你 其實我彈性很好啊 我對比起很多人 非常之寬鬆的 所以其實懷柔政策 絕對不是好像 現在這樣 封控完三年之後 忽然之間跟你說 徹底開放 這個根本不是懷柔政策 雖然我們 都不能夠一步就是去看到 這麼快看到中共倒台也不行 到底相差 10步 100步還是1000步 真的很難預測 但是 可以很肯定的 是 的而且確 近了兩三步 我們 希望這件事 可以繼續向這個方向進發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驚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知道 事情 所以 是 旁邊 西 這裡 是 這是 那麼 一些 東西 所以 是 平 經